我已經兩天沒本土沒了 但是現在出現了 頭一個 管政婦今天宣布說 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兒 PCR差檢比較近 也已經隔離底了 這女兒是去台中吃喜酒 現時台中這個喜酒的團部 是繼續分化 早上菜池跟以前一樣 老前 晚上當地的顧面 聽到今天出現 問以外來第一家的本土 比較好 心裡也很煩惱 基本管政府三十十個中法官 衛生局統治 一名一十六歲 女兒是台中喜酒的團主 二三二七七的接觸者 經過P社採檢後比較近 對中他的行蹤 三十幾次到台灣本土 一到參加台中的喜酒 二九十 立營班機 八十八回合金門 管府緊急後的一十四名接觸者 除了一名已經回臺灣以外 另外一十三名接觸者 那已經住一批承認旅館駕駕駕駛 二十三位接觸者 儲保採檢都是陰性 這較真固然目前已經受到 金門北醫 它適合計日百萬觀察 一次人已否參加的 台中國家國教委 裡面的喜酒團部連 三十新鎮到三名 更近 台中市政府將對 包含營酒店 考慮在營業縱營店 全民清晰 各康列198人採檢 下区採檢站 早上就不少人来拜日採檢 台中卫生局 今天是第三件便宜 开下区快台站 卫生民众若受行政政策 卫生身体无尽快 卫生去快台 感谢自我健康中风 记者综合报道